來 歡迎大家來到拜托ATM 大家好 我是蔚萊銀行行長胡瓜 我是香里 Sandra 蔚萊銀行有很多現金 各位今天來提款 好好的提 對 今天的主題是 每個等於對小孩都有一套 對 小孩最難帶 很難教 童文 蕭童文 上次天文 下次地理 她的廣播我聽了 你聽了 她的什麼都講 醫療 生活 育兒 都有講 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 畢業 對 那妳對小孩的看法呢 養小孩最重要的 我兩個小孩嘛 一個明年要上大學了 天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 她不出來 她再過兩個月就18歲了 跳機身嗎 沒有 再過幾個月就18歲 妳不講清楚 人家以為妳是繼母 18歲 對 我女兒 對 然後再小的話9歲了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養了兩個小孩之後 我最覺得育兒的心得大概就四個字 放過自己 放過自己 對 比如說哪些東西要放過自己 我覺得我女兒小的時候 我就真的是 第一個孩子 你都會覺得應該要怎麼做 比如說像我女兒小的時候 她就是一個會含飯的小孩 大家應該都有這個經驗 對 她不動 就如果你不叫她 你不動她的話 她就是在那邊 那所以我就每天很堅持 對 就是坐在她對面 我們就是一碗飯一個半小時 我要求她一定要全部吃完 然後三餐這樣 三餐 我每天就是花四個半小時 在餵小孩吃 等一下 她一個半小時 有看電視還看手機嗎 沒有 我也不給她看電視 所以現在的經驗告訴她 放過自己就是不要這樣做嗎 因為她後來就是有段時間 我還跟她說你要不要少吃一點 就是後來到了 到了長大 小學 國中 所以我覺得孩子就是會好好的長大 其實是真的 你放過自己 小孩自然會長大 小孩那個千千萬萬 小孩不就這樣長大了 你看 現在看第二位 媽媽瘦成這樣 小孩怎麼會吃飯 對 你小青 你好嗎 小青 你怎麼瘦成這樣 好像沒吃飯 對 都被小孩搶走了 我分享一個我覺得小孩 可以吃多一點點的秘訣 就是她可能 她的體力消耗得不夠 她就沒有這麼餓 所以我們整天一直跟她對峙 就一直坐在那邊 她體力其實也沒有消耗 所以其實可以 為了避免兒童肥胖啊 近視 我們現在都很建議兒童 每一天都帶出去 戶外活動一個小時的時間 讓她體力有消耗了 回家她自然而然就會自家吃了下 那如果她不想動 她又給你坐在樹下跟你對看 其實不會 小孩出去應該都會想完 小孩出去應該都會想完 其實都會開始奔跑這樣 楊小黎你好 小黎你好 小黎你好 小黎從童心開始 我們就認識了 童心 她從童心開始 對啊 我覺得可能 是因為我是童心 所以我從小的時候 媽媽對我的很多教育 其實是偏比較虎媽的 對 然後像剛剛童文傑 講的小朋友不吃飯那件事 以前我媽的那個教育是 她把我關在廁所裡面 然後放虎姑婆的故事給我聽 你自己一個在裡面 對 然後 然後我不懂為什麼那麼乖 因為其實門是從裡面可以開的 我就像是在拍八點檔一樣 這樣拍的門說 媽媽 放我出去 我要吃飯 對 所以這一招就是 丁裡有留下一點點的那個 陰影 可是會不會自己有小孩之後 觀念又變了 對啊 其實我一直跟我媽說 我不太想生 原因是因為我很怕我會打小孩 因為我會覺得小朋友就是 要很有耐心的父母 然後要就是 要讓他們覺得是有愛的 可是又要讓他們覺得是有規則的 這一點目前我覺得 還沒辦法抓得很好 就是認識自己 就不會去做這件事 沒錯 接下來介紹這個是 出家人的阿火 阿火 這個 出家人不打黃語 對 因為老公懷孕了 對 現在目前懷孕六個月 所以算是未來爸爸 那不然你小孩想要特別怎麼樣 如果說講教育的話 我希望他 首先我希望他可以就是 全美語 我希望 我希望 那個每個人對小孩教育 有一個期許 非常好 來 接下來介紹李介文 你好 大家好 介文是新同學 要不要自我介紹一下 是 大家好 我是李介文 我是兒童林床心理師 那我畢業於高一大的醫學研究所 目前在承擔心理性的 攻讀博士班 是的 那我跟小孩搏鬥的經驗 超過四千個小時 小時 為什麼搏鬥 因為會送來給心理師評估 跟訓練的 大多都不是善男性女 你的意思是說 小孩多多少有一點問題 才來找你 大概最常見就是過動 過動更不專心 自閉 自閉也會 對 大多上是處理這些問題 就是注意力不足 或者是人際問題 情緒問題 這一些 各方面 所以現在應該多關心小孩 一舉一動 是 聽力是不是比較慢 或者視力有點歪 但像媽媽沒有怎麼放過自己 但有時候是 像小禎小時候她是這樣 真的嗎 有意思 鬥雞眼 但後來慢慢有 覺得整個鬥雞眼 慢慢就打開了 慢慢就打開了 對 他不是在模仿你嗎 沒有 後來有可能 後來我就 你的互動方式 後來我就叫她怎麼辦 看開 妳看開一點 看開一點 好有哲疑 後來她說 很多事都看開了 看開開了 對她婚姻也看開了 看這麼開 所以慢慢眼睛就 真的看開了 從小訓練起來 真的沒有科學根據 看開一點 不是 我說真的要關心小孩 真的要關心小孩 所以我這個讓她知道 我有愛你 謝謝五位來賓 謝謝 謝謝 接下來介紹兩位專家 首先介紹美女新聞主播 賴佳穎主播 妳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佳穎 台灣經濟研究所 吳孟道所長 瓜哥好 我們馬上進行第一回合 存款爭奪賽 第一回合存款爭奪賽 告訴各位一個好消息 什麼好消息 過去是五萬塊 各位回頭看一下 現在不是五萬 加了一萬 好將心 我們節目收視率非常好 反應非常熱烈 本行慶祝開行 快要一年到半年 他們叫加碼 加碼 所以存款利息升了 五萬只能六萬 太好了 各位答對一題是三千塊 過去是兩千塊 那這六萬塊 我們總共進行兩輪 兩輪如果沒有搶光的話 比如說你搶了五萬 剩六千怎麼辦 留到下一輪 OK 行戶也不會收回來 還是繼續有獎金 還好 所以大家盡量搶 來第一題是由吳孟道所長 來舉圈 破叉 Sandra請出題 孩子的押稅錢 要好好投資喔 請問除了存在銀行帳戶之外 還有哪些理財好方法 請搶答 阿虎 孩子的押稅錢 肯定不是推銅子 這種東西對不對 這種東西 好 這個是父母在玩的 正確用法 我覺得很簡單 我可能會先買個定存嘛 好對 可以 請加三千 可以 謝文 買ETF 對 可以 請加三千 方文 可以做定期定額的基金 可以 請加三千 小姐 因為醫師 我會幫小孩子第一個買的是 醫療鞋 特別有十支十付的功能 這樣子 將來他如果生病了 就是都用得到 蛤 為什麼 醫療鞋為什麼不行 請說 醫療鞋比較像是保險的概念 他跟投資還是有段稍微 不太一樣的地方 不是投資不會理會 但是他如果回答是 儲蓄鞋就可以了 對 沒錯 這也很厲害 謝謝 這也很厲害 這也不是我 不是 我先把它消滅掉 不要亂消滅 那就不能用了 我們賭氣不講一個答案 沒關係 小黎 買美金 對 有的 請加三千 沒有答案是吧 反正都是印鈔票 印鈔票看什麼 我可能會幫他買黃金 答對 可以的 請加三千 借吻 我想要買一些硬貨幣 就是可以抗膨膨跟保值的東西 所以是 比如說勞力士 我覺得可以 可以 請加三千 那這樣很多東西都可以了 對啊 所有產品都可以 講一個我自己有幫小孩買的 好 我自己有買的 我還是走問何派 我覺得買債券還不錯 答對 可以 請加三千 小黎 這個有一點硬 可是我覺得賣房子 對 壓稅錢 你也買 壓稅錢買個錢 你用多少 這個用法就是呢 可能父母要先出一筆錢 然後從小孩的那個壓稅錢裡面 慢慢的就是 等於把它存在他的頭期款裡面 我懂他的意思 對 他壓稅錢每年就是放在我這裡 但是壓稅其實分期 我幫你收回來 對 等於我就先幫你買 因為現在房子 我發現房產現在真的是飆升 就是趕快進場的話 可能你這次到明年 你的房子甚至就可以翻倍了 我覺得可以幫小孩事前投資 不行 請說 我覺得最大的理由是 一般人的壓稅錢通常不會 因為這比較像是移場稅的贈語 到移場稅了 你其實不像壓稅錢的概念 但是你如果剛剛講的是 類似像LIS這樣的概念 他其實是房地產這種 類似像某種ETF這樣的形式的持有 基本上是答案就要接近了 我知道 阿虎 這個很簡單啦 投資自己 讓他去學一點才藝 或是幹什麼 投資他自己 非常好 借吻 我覺得剛剛阿虎的概念很好 我們就 我們都把焦點放在有形的投資 對 其實我們心情學家更重視 心靈的成長 就是無形的投資 所以我覺得去旅遊 也會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這理財 我覺得也可以 旅遊理財 對 都只有花錢 旅遊理財 他其實是 他買房好不行 而且是從投資自己的概念 對 而且旅遊好多貴 一個是有形 一個是無形資產 所以這其實是不太一樣 不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概念 是 他沒有 他押稅前今年有 叔叔伯伯給他一萬兩萬 他為什麼不能帶他去旅遊 對啊 是這個意思 然後曾廣見聞也是同事在他身上 對不對 這樣講完就可以喔 來 請加三千 謝謝 公文 我也 接下來講這個 也是我有幫小孩做的 買美元保單 不行 因為你買不了 不是說不行 答案是對的 但是因為剛剛其實已經有提到過了 你金錢大部分 對 他其實比跟外幣資產的概念是一樣的 對 就是美元保單 所以他應該算是保單 對 但因為保單又跟剛剛 其實瓜哥有提到儲蓄險 所以其實他有點重複 所以我的 阿虎 那就小額投資 但是是這個冷錢包 幫他買那個虛擬貨幣 哎呀 對 我說 答得正好 對 三千塊 阿虎懂得還蠻多的 真的有心要教育小孩了 對 但我是沒有錢買 對啊 我還會講 講了一口好錢 不是 可是你給大家 給大家聽一下 你是風流的出家人 沒想到你還這麼顧家的 對 來 給我 對體就 好 我忍痛 放棄了 來 打差了 阿虎剩下你了 還可以繼續 還有啊 他們四個都差了 你沒有就沒有 有就有 加油 我覺得銀行的產品 差不多都講完了 那我們就講一些好東西好了 好 我可能會投資他去看一些 一些藝文的一些作品 沒有 好可惜 好可惜 很接近了 意思是重複了 重複了 重複了 現在就投資自己的無形資產 對 好 通通都 也不錯 搶一半 對啊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託 ATM 誰敢來BATTLE 訂閱拜託 ATM的YouTube頻道 等你來BATTLE Oh